成亲的概念 不管人口怎么样的失衡 男女如何的不够 都不能用拐卖的 对不对 人口怎么可以用拐卖的 这第一个故事 董家生了八个小孩 因为他爸爸 这个姓董的爸爸 跟他的兄弟弟弟 三个男的 一起共用这个女的 他是共用的 精神错乱是这样子搞出来的 因为他们太穷了 娶不起媳妇 所以三个人买一个来一起用 才生了八个女 八个小孩 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压这个事情 因为现在冬奥时间 冬奥时间要压下来 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 这整件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脸啊 你这种国家在办冬奥 你现在有几万人 你现在有这种事情发生 中央毫无动静 这个是人间炼狱 多邪恶才干得出这种事情来 你这种国家还想要统一台湾 你要不要脸啊 你这么邪恶的国家 有这种人民 有这种素质 你够资格来跟我们谈 他能够管理 管制香港 你要统一台湾 那个文明的程度是低劣 我都发宝了 是人类的这种 低于人类的下限到下限的程度 这种不要脸的政府 中国的公安 是全世界最严格的公安 没错 他人脸鞭视系统 他的监视器 到处都控制着 滴血不漏 找不到这个案子吗 当然找得到嘛 为什么要五万户 在干这个事情 光这个徐州 一个地方五万户 都是从穷的地方买来的吧 所以我说穷是一个问题 你穷 买的人穷 卖的人穷 拐骗的人是吧 邪恶 我说 好